其實人的概念都頗有趣 因為當一個概念已經建立了之後 其實要改變真的相當困難 為什麼小帝突然會有這樣移發呢 其實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會有個概念 覺得歐美那邊的科技是比較先進的 所以歐美的軍備應該都會被我們 對中國自我研發出來的軍備是較強的 這個觀念小帝不說人人有 例如小帝就沒有這個觀念 但是有這個觀念的人 其實這個觀念真的實到不得了 今時今日還有些人跟小帝說 不要入中國做的柚子 這些柚子不行 其實小帝難免笑一笑跟他說 現在中國的火箭都飛上火星了 這些簡單的事情你還覺得我們中國做不來嗎 你的概念是不是真的需要改變呢 好 各位大家好 小帝余道 歡迎大家訂閱余道這個頻道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帝的分享和分析了 其實為什麼小帝會有這樣移發呢 就是因為美國一直被人覺得是一個軍事科技的強國 但是美國又真是最多的新聞 就是他的軍事科技是搞不定的 例如大家也知道的了 在上個月底 一月底的時間 美國又有飛機跌了下海了 其實我們先看看再舊少少的新聞 例如台灣由1992年 我們台灣省由1992年開始 已經是一直被美國騙錢的了 因為他從那一年開始 就被美國售賣他的F16戰機 其實已經是二三十年前的技術了 可以說 然後服役了至今是22年 已經是發生了八宗事故 就讓城七死 所以小弟曾經有一次在我們的直播節目裡面 都開玩笑說 其實只要是台灣省 即是不要說打仗 台灣省只要做多幾次軍演的話 其實他的飛機會一架一架自己蹤下海 其實這次我們又看到又有飛機蹤下海了 不過就不是台灣省買回來的飛機 而且不單是台灣省 會不會是因為台灣省 那些人的操練操得不好 原來英國用美國的戰機一樣墮海 真是美國的戰機 不知道是不是特別喜歡墮海 這個見到是2021年11月份的報道 然後國防部又證實 飛行員成功逃生 似乎美國的戰機做得最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飛行員都可以做得掉 這件事起碼不要搞出人命 其實不要經常賴說別人的培訓做得不好 大家看到 直接在正規的軍事行動裡面 美國自己人拿著美國的戰機 一樣會撞下海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1月底所發生的事 在航空母艦上撞一撞我的板 然後飛機又投奔大海 還要說是一個最新最高尖科技的飛機 甚至他就說不行了 現在跌了下海 我們一定要盡快撈回去 而且這件事一定不可以抹 因為中國一定是虎視眈眈 很想撈我們的科技回去抄 這個就是他這篇文章裡面所說的 他就說中國肯定一定想看這一架F-35C戰機 這個是所謂的分析人員說的 中國一定是以最快速度 就是想找到和要打撈到這架飛機 可以讓他自己拿去做研究 諸如此類一大堆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真的這樣發展 好老實說當然絕對不會 大哥你飛機而已 也好老實說你飛機做出來是撞下海的 我才沒有興趣研究你 為什麼這樣撞下海 而且1月27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先生舉行例行記者會 也有記者問他會不會鬥快去打撈 趙立堅先生的回答真是正經 所以今天就轉成要做這條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他是注意到有關的報道 就是說這件事情他不是很著緊 但是我也留意到 他說留意到這個已經不是美國第一次在南海發生事故了 前一段時間有潛艇撞山 其實真的性質好似 潛艇又撞地球 連飛機都撞地球 他們美國人真是過癮 他們都還沒說清楚 這次航空母艦 南載機又發生事故又跌了到南海 他說我們對他們的飛機沒有興趣 說得很直接 完全沒有興趣 但是奉勸有關國家多做一些有關 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在地區裡炫耀武力 就算炫耀武力也好 你不要撞到海裡 大哥 又撞垃圾下去 說海還承受得我們人類的垃圾不夠嗎 其實真的就這個報道 我應該看到 今時今日 美國是不是真的在科技上面佔先 我們中國 恨不得去抄他們 其實不是 小弟夠膽說 反過來就會了 現在是他們不知多想抄外的科技 不是小弟 厚噓噓噓 當被給亂說 我們看看這個 英國報章的報道 這個報道是說什麼呢 就是全球局勢開始緊張了 就是中國的火箭科學家 就是變捷在西方1月23日的報道 其實這個火箭科學家 他說有份參與高超音速的飛彈研究 所以英國今次很開心 他說他們英國是和美國一起 去幫這個人變捷逃去美國 其實英國人你開心點什麼 沒有你份 就算人家變捷都是美國 你做了一大堆東西 你有沒有任何好處 對不起 到其實如果真的說真的 美國做了高超音速導彈出來 就是抄了中國的技術 做了高超音速導彈出來 又賣給你 你還要用錢買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有些國家 會做這麼白癡的事 其實他就很開心地說 現在終於可以抄到中國的技術 中國最少起碼用兩年時間 才可以將這個技術 可以令到它的重要性慢慢降低 其實現在很明顯看到 到底是歐美想抄我們中國 還是我們想抄他們 其實這個可以說是 我們見證了今時今日我們中國的科技發展 其實是令到歐美國家眼紅的 他們不敢認的 因為他們仍然想一路宣揚 他們還是全球霸主 還是全球一哥 他們是不肯認中國已經過了他的頭 但是事實上 真是你把口不認 但是心裡面始終是沒有 心裡面的想法始終沒有辦法 是完完全全到隱瞞到的 尤其是當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很開心 條尾一搖動 這樣大家都看到他的情況 其實小弟夠膽說 這個只不過是剛剛開始 就是未來這個世界歐美國家 將會越來越海域中國的技術 他們會千方百計 找特務也好 偷也好 搶也好 強硬逼也好 都一定是要抄我們中國的技術 這個是小弟在現在這一刻作出的預言 大家可以看看 未來是否向同樣的方法去發展 其實他這裡有講到 為什麼這個人會變質 雖然他做得很成功 老實說 如果你是很成功的人物的話 他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哪有說走就走 這個世界全世界做得軍事科技的科學家們 都一定是受嚴厲的保護和監控的 這個任何國家都不例外的 你猜歐洲美國真的這麼自由 不要開玩笑 但是他說他為什麼想變質 就是因為他沒有即星 因為沒有即星 所以他不開心 結果就通過香港 找到一個英國的特務 去年九月份的事 這個特務用了幾個月時間 幫他逃離了中國的範圍 去了美國 其實這個人 遲些會不會在美國出現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這件事是真的假的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英國的片面之詞 到底那個人也有多重要 我們現在都是不知道的 但是 只是他這篇報導 我們起碼看好幾件事 第一 在香港 的而且確 仍然有英國的特務 在香港 是在運作中的 這個是英國人自己認出來 所以作為香港政府 作為保安局 是不是要在這方面 真是去徹查一下 看看這個所謂的英國情報人員 不管是007也好 0.07也好 是不是趕快把它搞定了呢 因為我們知道 只要在國安這個條例下 他們做這些事情的話 絕對是可以抓人封艇的 運回他10年20年 或者終身監禁 拔他們一隻牙都好 有什麼不好呢 另外 另一件事 就是令到小弟很懷疑 就是到底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變節呢 因為他說 他是因為沒有職星 所以不高興 就想離開 喂大哥 只要是有少少學識的人 包括小弟那麼差也好 我們都知道 在歐美白人世界國家 基本上你是黃種人 你沒有辦法升到頂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所謂 玻璃天花板的現象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很多白人 站在那裡 但是你只要不是那幫白人 或者他們國家 其他有些人 例如好像拉丁系 或者黑人 或者亞洲人 尤其是中國人 你要超越某一個層次 有沒有可能呢 其實可以說 可能性極微極微 大家也看到 最近所謂的中國計劃 怎樣針對中國的學者和研究人員 這個這樣的時間 竟然會有些 因為在內地升不到職的科研人員 竟然說因為這樣而想走去英國美國 我覺得沒有可能 你不要想著現在幾十年前 大家對英美仍然有一個很 童話式的憧憬 小弟覺得已經沒有了 另外一件事也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今時今日我們看到 英國美國他們在新冠肺炎疫情 怎樣的草奸人命 其實作為中國人 在中國一個這麼安全的地方 為何還要去這些液浮 類似地獄的液浮裏 就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說真的 小弟覺得這兩點疑點非常之大 所以小弟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到底這個所謂辯捷的人員 他是辯捷英國和美國的情報人員 是幫他逃離中國 還是其實英國和美國的情報人員 是跑去綁架他 然後運去美國呢 小弟覺得這件事真是可圈可點 因為事實上小弟真的見不到 他有任何應該自願過去 英國和美國的理由 這件事小弟覺得是極不可能的 他的情報人員應該是綁架了我們的科學家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就看看我們中央怎樣回應這次的綁架 不過說真的 英國放出來的消息 有多少成是真的呢 其實小弟仍然保留著 我們密切留意事情的 事態的進一步演化 然後小弟可能在見到有新的資料 再和大家分析一下 好 我們今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段影片的話 請大家點讚留言和幫忙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大家有影片請ilateral 等一下 等一下 Whichokee 我不拜托 對